歡迎收看今天的房市關鍵報報 我是陳文鑫 馬上來關注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豪宅 平均地權條例 平均地權條例中的司法人購置住宅將採許可制 被認為將對豪宅市場影響很大 不過在法案正式上路之前 似乎豪宅市場就已經出現了衰退情形 永慶房產集團統計實價登入資料 2022年七都豪宅交易量年減31.2% 其中又以台北市年減45% 新竹縣市年減39.4%最為劇烈 部分縣市的豪宅房價也開始出現下修跡象 根據央行定義台北市7000萬元 新北市6000萬元 其餘地區4000萬元以上集備市為豪宅 在2019年到2021年的三年間 七都地區的豪宅交易量都呈現正成長 除台北景為福成長5.3%之外 其餘六都有三成以上的成長率 新竹縣市的豪宅交易量 更是從72件飆升至193件 有著168.1%的爆量成長 再來看到房價的部分 2022年除新北台南的豪宅平均總價 仍分別有1.5%和6.1%的年漲幅之外 其餘縣市都出現跌價的現象 台北和新竹縣市年跌近4% 桃園年跌4.9%跌幅最高 台中為福下修0.9% 高雄則有4.4%的跌幅 永慶房屋延展中心副理陳金平表示 七都縣市豪宅市場量縮已成事實 房價似乎也難以維持上漲趨勢 另外平均地權條例修正案 已經在今年1月3讀通過 等執法擬定完成後 有望會在今年上路 新的平均地權條例中 司法人構置住宅將採許可制 可能進一步衝擊豪宅市場交易 或許也將為豪宅市場 創造出更大的降價空間 未來豪宅市場恐怕會成個案表現 值得持續觀察 馬上來看到今天的精選新聞 隨著去年下半年房市開始降溫 全年的買賣移轉 逗數年減達3萬棟 今年的房市仍舊不樂觀 台經院調查 近五成的不動產業者認為房市會變差 而賠售情況也慢慢出現 房市專家彭懷恩教授透露 台北市近台大區域有新陳屋的屋主 前陣子賠售千萬賣屋 東龍不動產專任約經理陳太元指出 大值知名豪宅賣價越來越低 賠售情況已不稀奇 預期今年住宅市場賠售案件會變多 另外今年全年建屋買賣轉動數 恐怕跌到28萬棟以下 房市轉空確立 因為華人有土私有財的觀念 以及台灣房地產持有成本低 進而衍生出囤房還有炒作等亂象 如今房市走落不少人都在期待房價下跌 但房價下修真的會成真嗎? 不動產趨勢專家法學博士前世傑分析 國內包括軍人退休金、勞工退休金等 政府拿出不少預算來撥補 甚至之後可能實施的房貸主利息補貼 也是很大的金額 當撥補的金額仍不夠填滿 政府財政來源可能會減少 那不動產就將成為課稅重點級對象 當未來不動產相關稅付逐步變高 則持有不動產的意願將會變低 房價也將下跌 最後來看到 工程安居社會住宅的最新動態 國家住宅中心持續推進社宅新辦 2月8日於南投縣普里鎮 舉辦工程安居社會住宅開工典禮 該案為中心在南投縣社會住宅新辦首案 目前中心於全國設宅累積已開工及 決標戶數已達30491戶 今年預計全國設宅決標戶數再增2萬戶 另外國家住都中心在桃園規劃的龍岡好市 預計今年底完工將會是中心所主導 第一個完工的設宅案 今天的買房賣房我想問 有網友提問中古屋賣屋的問題 該名網友表示 目前屋子空著沒人住 計畫找仲介賣掉 屋子中還有一些家具家電 請問應該先一次把屋內東西全部清空 全屋粉刷後再找仲介來估價 或者要先請仲介先來看看 看他建議怎麼樣再來進行整理會比較好呢 有網友回應可以先請信任的仲介評估 同時把你的問題讓仲介知道 這樣會比較好 也有網友回覆清理乾淨賣相好成功率會比較高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房市資訊 歡迎點擊下方資訊欄裡的連結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請不要忘記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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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